大家好,我是K-Sam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杜卡洛的飞机轴 之前有介绍过的MO粉轴 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轴体之一 这个飞机轴他算是MO系列的第二代 不过他挂名没有挂MO啦 这系列有MO粉V2,MO6V2还有飞机轴 虽然有一个MO轴V2 不过这代的MO粉轴变得像是 金粉那种轻压力线性轴 而飞机轴他变得像是有点提前触发的 稍微有点引走的样子 不过他提前触底还好 3.8没有提前很多 跟 第一代是一样的 压力参数官方也是标的跟第一代MO粉轴一样 价钱的话他第二代还变得更便宜了 可能是海木轴体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加上 旧模具有时间红利吧 第1代买10颗就要24人民币了 大量买的话1颗 除起来要2块钱 现在直接10颗就是13元还不用付运费 第1代也不用付啦 运费的关系所以正常在讲少颗一点应该会比较贵 那竟然没有 换算台币1颗5.75 一次买30颗他也不会比较便宜啦 30颗39人民币 一样有买一盒就送一颗试用轴 跟第1代一样的这个奇怪的活动 而且不管买几颗还几组他也都只送一颗试用轴 所以 你这样买10颗反而还比较划算 好怪的行销方式 来看外观 有点偏黄的草绿色 POM轴心 绿色透明PC上盖 然后这边有 杜卡洛的logo 插件灯位 四脚底壳 四脚卡扣固定的 五脚底壳 然后是墨绿色的 尼龙底壳 五脚轴 然后这边一样有跟第1代一样 屁眼一个打一个X 模具看起来是跟第1代一样啦 上盖从不透明PC变成透明PC 压力方面是初始35 触发在1.1到1.5毫米的位置 不知道为什么这区间有一点点打 47克 触底60克 压力的话跟第1代一模一样 不过第1代触发是1.5到2.0啦 但两代的触发图他们都画在1.5毫米的位置 实际上飞机总的触发会比第1代早 所以触发压力应该会轻一点 来跟第1代对撞看看 还蛮接近的 可以说几乎一模一样 跟灰幕也 看看 稍微比灰幕轻一点点 接近 手感方面个人觉得顺滑度 甚至比第1代稍微好一点点 差别 不是很大啦 差不多就是草莓果冻V2 比V3顺滑一点点的那一种差距 也不知道为什么PC透明的 就是会做的比不透明的顺一点点的感觉 声音 则是变闷了一点点 放在耳边听的话 会有很些微跟弹片的摩擦声 第1代也会这样啦 然后 这样按也不会有弹簧音 这代对我来说 因为声音变闷了 所以算是升级 而且价格还降了很多 我觉得飞机轴可以说是 灰幕轴的上位版吧 品控更好 而且 顺滑度也比灰幕好一点 不会有灰幕那种很些微的沙沙感 价差当然要考虑在内啦 所以就看搭的套件价位 再决定要上 飞机轴还是灰幕轴吧 另外有一个算是小缺点 但是不会太影响我个人的啦 就是 绿色的通明上盖 它会稍微影响灯光的颜色 所以有要玩灯的话 就要谨慎考虑啦 整体来说 这就是 我认为 在我可接受的价位里面 我最喜欢的轴体 拆开看看 弹簧是22毫米的 双段加长弹簧 看起来油亮油亮的 不过摸起来 感觉不太出它有没有 润滑 底壳这边有一点点 白色的 很稠的润滑有啊 这不知道是润什么沾上去的 轴心是有看到有加长 太亮了 太亮了 但是 导轨的部分 看起来刷着薄薄的 已经有偏干的 那种比较稠的润滑油 一层 小脚就稍微多一点点的样子 跟第一代润滑几乎一模一样啦 转回去 没关系 稍微多一点点的